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先生我們最近歡迎收看 關鍵時刻 我是時代豹傑 當一個命案發生了以後 大家第一個問的是 她到底是自殺還是她殺 現在這個華裔的女子蘭可兒的命案 為什麼會引起全世界高度的關注 因為這個過程真的是太詭異了 如果你說是她是自殺的 好吧 我們看到這麼高的一個水塔 為什麼爬上去的 她一定要借助工具 如果說她爬著借助工具 爬到上面那工具呢 為什麼沒有任何工具留下來 但如果說是她殺的 為什麼要這麼大費周章 我光自己要爬上去 就已經非常的困難 我有必要背著一個屍體 然後爬上去再把它塞進去 而且塞進去以後 馬上就被人發現嗎 因此這個案子到底怎麼發生的 而且洛杉磯警方說 她一定碰到了一個非常奇特的事情 蘭可兒在生前 到底碰到什麼靈異的事情 什麼奇特的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奇怪的案件 現在大家聽了以後 都有一點毛骨悚然的感覺 我們今天請到了五位來賓 對大家非常熟悉的 資深媒體人馬欣賓 欣賓您好 華傑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人黃創下 華傑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黃敬平 華傑好 跟我安 好 第四位是前 新北市的刑事組組長 也就是現在 新北市的議員林國村 是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 東森新聞的主播謝嘉雪 華傑哥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看就是 這個前來全世界都非常 關注的詭異命案 她到底是自殺還是她殺 到底跟誰有冤有仇 為什麼會碰到這麼可怕的事情 我們來看這報導 歡迎女學生蘭可兒 在1月31號失蹤 而她在失蹤前 曾到飯店附近的一家書店 購買CD和禮物打算送給家人 店員表示 當時她看起來毫無異狀 不過巧合的是 蘭可兒失蹤前去的這家書店 名字就叫最後的書店 塞希爾飯店的房客表示 這幾天打開洗澡用水 一開始出來的 竟然是不明黑水 之後過了兩秒才又恢復正常 而在得知有人沉濕 在飯店水塔 訪客都直呼噁心 我喝了水 我喝了水 我喝了眼睛 味道很可憐 很可憐 味道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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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更有網友發現 詭異的巧合 黑色大理花悬案的女主角 伊麗莎白蕭特 她的姓是short 原意就是縮短的意思 如果把Elizabeth縮短 變成Elisa 剛好就是蘭可兒的英文名字 此外蘭可兒在2013年遇害 黑色大理花悬案發生在1947年 2013-1947等於66 而6在西洋是不吉利的數字象徵 蘭可兒命案由於太過離奇 連CN網頁都在頭版報導 甚至還用notorious 惡名昭彰的 來形容出世的賽希爾飯店 而在1985年和1991年 有兩名連續殺人犯 就入住這間飯店 種種巧合也讓整起事件 更加扑朔迷離 東森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好 齊平 你昨天講的怪異 詭異 靈異 現在靈異的東西真的越來越多了 當時我們發生命案的時候 大家就可能說到底自殺還他殺 現在大家一頭霧水 說自殺說不通 說他殺說不通 如果不是自殺或是他殺 誰殺的呢 洛杉磯警方開了一個記者會 大家想說你找到屍體了 你驗屍了 你抽血了 給個答案吧 結果他只講了一句話 是 現在說這是一個謀殺案 言之過早 原來還是丟了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出來 所以 那不是謀殺案是什麼東西 一個華裔女子的死亡 當然我們是很重視 但是會受到全世界媒體 這麼廣泛這麼大篇幅的重視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他太怪異 太詭異 太靈異了 好 那我們來看蘭可兒 蘭可兒他1月26號一個人到加州 2月31號 1月31號最後一次現任在這個 塞西爾的酒店 就是那個電梯開開關關 開開關關的那一天 對 然後2月1號退房日 就不見中進了 不到中進了 好 那2月6號警方公佈消失 2月7號舉行新婦發揮會 2月14號表現 這是很重要的日期 對 警方公佈那個開開關關 不是 那個電梯門 不能關的那個畫面 是 就那畫面 2月14號 公佈畫面 公佈畫面 這個2月14這是有玄機的 我們等一下再講 然後蘭可兒 2月19號 蘭可兒屍體解剖 好 2月19號 你把他屍體解剖了 答案應該就出來了 是 結果你居然給我們一個 現在講謀殺案 言之過早的一個 記者會有一個答案 好 現在有三種講法 三種講法 第一種 蘭可兒 自殺 為什麼說他自殺 因為完全沒有看到外傷 完全沒有性侵的痕跡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所以才要解剖 奇怪 沒有外傷 沒有外傷 對 沒有性侵 所以就認為他自殺的 所有認識的人都說不會 你看他笑多燦啊 所有認識的人都說 他每張照片都是笑得如此燦 有人說他的笑容燦爛到具有感染力 像陽光一樣 她是個陽光燦爛的愛笑的女孩 所有人給他評語都是活潑 好動 然後好交朋友 這樣一個陽光女孩 她是不可能自殺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她每天都要跟她父母通電話 報平安的 是 她假如要自殺 她何必每天都要打電話給她父母 報平安呢 是 報平安爸爸 你放心 我安全的 那代表說她根本沒有任何要自殺的意圖 沒有任何異狀 對 好 第三個 她要自殺 她可以服藥 正至於她到了15樓頂樓的時候 一月而下 她就一月而下就結束了 她要這麼費精神 去到處找一個梯子來 去到處找一個梯子來 第一個 她到哪裡去找這個梯子 梯子 然後還要爬上去 是 爬上去還要把上面的那個東西 蓋子打開 蓋子打開 然後再刪開 然後她再跳進去把它淹死 是 她如果要自殺 會這麼大費周章嗎 因此我認為她自殺的幾率 0.5% 0.5% 這不說沒有可能 就微小到只有0.5% 不是 她就算想要自殺 我們看到那個現場的畫面就是 這個水塔240公分 它160公分左右 那個是非常高的 而且旁邊根本沒有任何的支架 她就算是要爬水管 也非常的困難 旁邊就算有欄杆 也離那個頂上 也有一段的距離 沒有任何指針的地方 她如何能夠爬到水塔上面 如果說她是借助梯子 爬上去的 那她進到水塔以後呢 梯子呢 輔助工具呢 如果沒有任何東西留下來 她怎麼樣爬到水塔上面的呢 第二個 現在你 寶傑 你剛剛講的 就是第二個原因 是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她意外失足 她不是講自殺的 她意外失足 意外失足 大家一定說 游泳池可能意外失足 哪有說水塔裡面會意外失足 當然 現在意外失足 那大家 我剛剛說0.5%是自殺 機會很渺茫 意外失足多少 大家一定說0對不對 不一定 她可能 注意她在14樓電梯的時候 她很害怕 躲起來 縮起來 然後看 看到東西她又躲起來 又說 注意當時那個電梯是在14樓 是 就在頂樓就是15樓 你說她在躲東西 她萬一是躲東西 她什麼東西嚇到她了 你看 她在這邊就在這邊躲 躲然後看 躲東西 她可能在躲東西 所以她躲到頂樓 躲到水塔 被這個東西嚇到了 她為了躲這個東西 跑到頂樓 一看頂樓沒有東西可以躲了 躲到水塔 她就躲到水塔裡面去 所以 什麼東西這麼可怕 然後她躲到這個樣子 所以有機會是躲東西對不對 是嗎 好 但是 確實我認為 躲東西的機會 本來比自殺機會是高的 因為她不知道看到什麼 但是 躲東西 就是我剛剛本來要講你這件事情 她假如是躲東西的話 她現在有兩點 對 第一點 她現在被發現 全身是赤裸的 躲東西需要把自己拖光光 躲進去嗎 沒有沒有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對 所以第一個 全身赤裸又把躲東西這個 本來很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推翻掉了 第二個 就你剛剛講的了 我躲東西 我要搬 我要爬上去啊 搬這梯子 我要爬上去 爬上去之後 注意 我躲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絕對不能讓她知道我在哪裡 對 這所有躲的人最知道的 如果有東西 她就知道我躲到哪裡了 所以我如果是躲東西 失足落水的話 我躲進去 我一定要把這梯子移開掉啊 我躲進去怎麼移呢 對 第一個 我躲進去怎麼移 第二個 事實上現場 沒有梯子 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這個梯子是怎麼移開的 所以我本來認為說 它怎麼上去的 所以我本來認為它 意外失足落水 是一個比自殺更多的選項 但現在我們一分析之後 又怪了 又沒有了 是 好 那他殺 那第三個他殺 對不對 好 他殺現在大家一定說 機會大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 對不對 一定是個謀殺案 一定是謀殺 不對的 為什麼警方到現在說 謀殺案 言之上早 也不是謀殺 對 不是他殺 為什麼說不是謀殺案 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身上是沒有外傷的 而且現在初步認為 他沒有被性侵的 是 那如果你是謀殺案 他身上為什麼 一點掙扎的痕跡都沒有 一點外傷的痕跡都沒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 兇手如果殺了他之後 為什麼要到頂樓去 你知道頂樓的門是上鎖的 對 頂樓另外一個門 是有警報器的 你怎麼逃過這個警報器 跟逃過這個門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所以 保健你要知道 它這個地方是有一個 水泥平台的 是 這個水泥平台是1.5公尺的 光水泥平台很高 光水泥平台就是1.5公尺 大概就這麼高的水泥平台 對 水泥平台之後 這個 235公分到240公分 對 這麼高一個 蘭可兒大概在163到165公分 是 公分 50公斤 我告訴你 你要帶到一個50公斤的這個女孩子 爬上去 扛到不對 你還要扛這個 你還要扛這個 對 你要扛這個 然後不被人家發現 是 扛好 你放好之後 對 你把它扛上去 背上去 背到這樣高的地方 背上去之後 你把它放到 然後你要把這個蓋子打開 蓋子打開 還要把這個鎖 要能夠解開 它是鎖 解開之後 你還要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 你再把它放好 鎖好 然後你再走下來 走下來之後 你還要把這個梯子藏好 那我幹嘛這麼大 你不能留到屋頂上 而且你放在水塔裡面 對 一定會被發現 對 一定會被發現 你有各種方式 不被人家發現的 水塔裡面太容易被發現 不是太容易 這百分之百會被人家 不會被發現 會被人家發現的 百分之百嘛 水塔裡面遲早會被發現的吧 所以等於說謀殺 沒有人把屍體放在水塔裡面的 而且要做這些過程 很困難 不被人知道很困難 而且你注意 他拿個梯子走來走去 搭電梯會被錄下來 走樓梯會被人家撞住 是 要看到你拿個梯子幹什麼 所以這個 他把它謀殺 老實說 看起來也不大像 你知道 現在怪了 對 謀殺 謀殺 對 那他怎麼進去的 對 所以他怎麼進去 你問這個 他怎麼進去這句話 真是問得太好了 就是現在所有人都在想 他是怎麼進去的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注意看 保健 這次進去的孔 對不對 他這個警方 就居然從這個孔拉它不出來 對 就怎麼辦 在這裡弄個孔 這邊鋸開 這邊鋸開 弄個孔 把它弄下來 我們再從另外一地方 來 我們再從另外一地方看 你看 這是從後來水放光之後 警方進到這個底部去了 是 從底部往上照 注意看 這是上面那個小孔 看到沒有 這是警方人員 這個是鋸開的那個孔 鋸開的孔 把水放掉之後 把籃殼從這裡拿出去 所以要放這麼大的孔才有辦法 要放這麼大的孔才有辦法 好 這麼大的孔才有辦法 那這邊怎麼塞進來的 對 這裡怎麼塞進來 而且警方要爬上去 把它拿出來都很困難 所以最後被迫在底部弄個孔 才能夠把它弄出來 可見說 你要把它從上面拿起來 要從上面搬下來 那都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 所以現在謀殺 連警方到現在找到屍體了 都不敢說這是謀殺 言之過早 哇 不是他殺 不是屍族落水 不是自殺 不是自殺 那還有沒有第四種答案 奇特的事情 洛杉磯警方LPD說 這是他們見過的一個奇特的案件 今天所有媒體都用這句話 做標題 奇特的案件 奇特的案件 它為什麼奇特 我就講兩個最簡單的奇特的 第一個 我剛剛講那個時辰 大家看到沒有 2月5號警方就開始來搜索它了 是 2月7號就做了發佈會了 2月14號放錄影帶了 在這個期間 警方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 把洛杉磯警方LPD的警犬找來 警犬全大樓包括屋底 全部都秀過了 是 洛杉磯警方的警犬 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為什麼秀不到 為什麼秀不到 連警犬都沒秀到 警犬都秀不到 這第一個問題 連誰有能力 讓警犬都秀不到 是 對不對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影片 對 齊磯警方現在也在懷疑這個影片 他在怕什麼 他在害怕什麼 你注意 我昨天有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女生在害怕的時候 雙手是緊握的 各位如果有仔細看這個影片的話 從頭開到尾巴 他的雙手一開始全部是緊握的 從他進電梯開始 你看 他先頭進來 好 看起來沒事 按了電梯 等到他發覺到 好 按了電梯了 等到他發覺到電梯不能關的時候 他現在的時候還很自在 雙手還是放開的 他很自在 門為什麼不關呢 他現在開始懷疑了 外面有什麼東西 外面有什麼東西 門為什麼不關 他看一下他有人惡作劇 一看 就關進來了 看到什麼 看到沒有 看雙手一直握起來 一隻握起來 看到沒有 一隻握起來害怕了 兩個手一隻握起來 不對勁了 好 剛才有沒有握手 沒有 完全沒有 但自從他這樣一看之後 他看到了什麼 他緊握了 他看到了什麼 寶傑 今天我們要給觀眾講 自殺 微乎其微 吃足落水 本來有機會的 現在一分析微乎其微 他殺 連警方都不敢說 是他殺 所以第四個 是什麼東西 殺害了蘭可二 好 那這個佳玄 為什麼這件事情 引起大家高度關注 就是這個過程 真的是太詭異了 一個命案發生到現在 竟然連自殺 他殺 都沒有辦法判斷 所有的東西 而且所有的線索 都有一個神秘的訊息在裡面 好 寶傑哥整起案件 充滿一種非常詭異的巧合 我們先來看這些英文字好了 可能大家看的時候分開看 一點感覺都沒有 可是大家仔細看 黑色大理花懸案的這個 女被害人 伊莉莎白肖特 她的英文名字叫什麼 Elyssa Beth 她們前面的五個字是什麼 就是蘭可二的英文名字 Elyssa 這個巧合被大家發現之後 洛丹基媒體大幅報道 因為這個太巧了 再來 蘭可二在電梯的影像之後 之前她還去了一個地方 在附近的一間書店 那個書店叫什麼名字 叫做The Last Book Store 最後的書店 這三個巧合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毛骨悚然 因為包括了我們也知道 黑色大理花懸案 在發生之前 那個女主角 就是住在蘭可二 住的這個飯店 那蘭可二這一次 畫面拍到她在14樓 不知道在躲什麼的時候 很巧合的是 14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14樓曾經住了一個 連續殺人犯 她殺了14個人 而就在這些事情 已經被發現之後 2月14號 又是一個14 在這一天公布了蘭可二 在躲避什麼的這個影像 所以這一連串的巧合下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毛骨悚然 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關於她死在水塔的這個部分 飯店的人呢 一直到將近三週之後 才發現說她死在水塔裡面 不過很奇怪啊 三週來怎麼沒有一個住客 她房間是住滿的 怎麼沒有人發現 有人死在水塔裡面 對啊 沒有意味嗎 沒有怪味道嗎 完全沒有意味 然後過了三週以後 來聽聽這些人怎麼說 住在這裡的房客 一開始說 水壓變得很怪 變成涓涓細流的感覺 好像水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出不來 接著還有房客說什麼 他說這個水 有時候打開的時候 是黑色的 我們知道藍殼身上沒有任何外傷 所以不會有血水 這個黑色的水是哪裡來 而且有血水會一直流啊 他只有流一下子就沒有了 對 住客說這個水打開之後 兩秒鐘 黑水就變成正常的水了 好 正常的水 我們都知道美國水很乾淨 很多人會拿來飲用什麼的 但是 你知道房客說了一個 更毛骨悚然的事情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水喝起來 有一種奇怪的甜味 奇怪的甜味 你怎麼會想像到 曾經就放著遺體的地方 流出來的水會有這樣子的味道 而且之前在台灣也有發生過 類似的名案 也是有人死在水塔裡面 這個人的太太 在隔天就發現不對勁了 因為呢 他水龍頭流出來的水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變成血紅色的 他的先生只死了一天 他打開水龍頭 整個水龍頭水都是血紅色的 他爬到水塔上去看 發現整個水塔上面都布滿了血泡沫 血泡沫 血泡沫 這才一天而已喔 蘭克爾死了三天 然後整個飯店 沒有人發現水有問題 一直到了三週之後 大家是發現問題了 但是不是水有抽味 而是水壓不夠 然後接著說 水有奇怪的甜味 這是一個非常讓人 無法理解的地方 包括我之前跑社會案件 我都沒有碰過 死在水塔的案件有一些 但是沒有碰過這麼久 然後大家對於這個水質 完全沒有感覺的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當然也有可能是 因為蘭可兒身上沒有外傷 不過既然他沒有外傷 怎麼會流出黑色的水來 我們再來看蘭可兒這個人 為什麼說這整體案件 因為碰到他這個人變得更玄了 可以看到這些照片 你看蘭可兒每一張照片 都笑得很開 看起來就是十足 是一個開朗少女的樣子 跟我們剛剛在電影裡面 看到的那個畫面 完全是兩個不一樣的人 他的朋友怎麼形容他 他高中同學說 他是我見過最友好的人 最友好的人 他是一個開朗活潑的少女 那我們也知道他父母 是開餐廳的 他們家開餐廳的 對他爸媽開餐廳的 那很多客人跟他都非常的好 甚至連員工都說 他一點價值都沒有 然後每天做什麼事情 每天對他有印象 就是他在樓梯上 蹦蹦跳跳跑來跑去 這麼活潑這麼開朗的一個女生 然後還會跟員工 坐下來一起吃飯 然後再看看這些照片 可以想像到 他個性一定很獨立 因為他夠獨立 他才敢自己一個人 隻身去旅遊 那他也很孝順 因為他怕父母擔心 他每天都打電話回去報平安 可見他爸媽可能也管很嚴 這樣子一個生活背景的女生 這樣一個單純環境的女生 他怎麼可能會去課藥 因為現在大家在推測 電梯裡面 他出現很奇怪的舉動 是課藥 可能是他課藥了 問題是你看看他這些照片 看看他的背景 再想一想他過去所作所為 他還當過義工 生活環境這麼單純 怎麼會去接觸到毒品 然後包括現在事發之後 因為他人緣實在太好了 在他父母在加拿大的餐館 已經有客人放鮮花在他們門口 悼念這個可愛的女孩 所以他的個性 讓珍惜案件變得更加的懸疑 好 那國城 你過去在那刑事組組長 看到這個案子以後 我們問了半天 有人講說他可能是自殺 但推推推推 不對 自殺的可能性很低 那就是他殺嗎 不對 他殺的可能性也很低 那如果不是自殺 不是他殺 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呢 事務上的經驗 只要是命案現場 第一優先要以他殺來做最大的假設 一般都是用他殺 為什麼 用最大的假設 你才可以去小心的求證 如果你一開始用自殺的方式去思考 檢察官或法醫或到場的刑證的話 那萬一以後變成是他殺 那所有案子沒有辦法重新的啟動 所以事務上是用這種方式來相對的 對於類似這個案子這種情況 其實在刑事鑑定的立場 法醫的立場裡面 第一個他有解剖 解剖裡面有很多 屍體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他是生前落水 或是死後落水 肺部有沒有水 肺裡面有沒有積水 第二個就是他胃裡面的哪些東西 第三個就是他有沒有毒品反應 毒品反應照理講 應該是這些鑑定的到化驗 應該是很快的 我比較懷疑的是我看了CNN的報導 包括美聯社的報導說 美國的警方包括法醫 這個鑑定要六到八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六到八個禮拜這個是不確定性 是 那當然這個是犯罪偵察是偵察不公開 是這個普世的價值 可是洛杉磯是很重視觀光一個地區 如果這個案子繼續的衍生下去的話 會給人不確定性 好 那敬平剛剛講的這個飯店 大家現在才知道說 這個西斯里飯店是一個惡名造商的飯店 他說前員工就爆料說 每個房間都死過人 對 這一家這個賽希爾飯店 它是位於這個洛杉磯的市中心 Downtown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市中心位於鬧區當中 它其實就根據去過那附近的人講 那個地方大概是相當於就像我們台北市 萬華那種很舊的一星級那種旅館 老旅館老舊 你看它不要看它外觀老舊 然後以及可以看出以前的那種古久的年代 絕代風華 可是因為裡面的設施你看看 這個蓮蓬頭幾乎都是很髒舊舊的 然後你看它那個磁磚 就是那種舊旅舍那種感覺 而且它那附近的居住的環境也是髒也是亂 跟整個旅館的那個氛圍就是很奇怪 然後你再看看 因為它是一個老舊的旅館 很多的背包客如果不知情的話 會覺得它很便宜就會長期住在那邊 然後你看看幾乎網路上它這個 到現在都還有看得到 它一個晚上只要1633塊新台幣 住一個晚上1633 在洛杉磯 對在洛杉磯的Downtown市中心 兩人房也只要2512塊 那比台北還便宜 很便宜 所以很多的包括在那邊 瞭解那邊這一家賽系的旅館 那邊的人都講 它常常有很多官出來 就是出獄之後的那個人 就會暫時他要找工作 然後他可能就會暫時住在那邊 而且美國政府 因為它是差不多一星級的老旅館 舊旅社 所以它會補助那種長期 你在那邊住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半年 長期找不到工作 或是你正在找工作當中 寄住在這個飯店裡面 政府就會補助你 補助那個房客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一家的這個飯店 它呢 它是因為過去 它是在1927年建好的 大概是在30年代 那種時候經濟大蕭條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發生了這麼多的怪事 根據那個曾經在這邊 飯店工作過的這個副理 他就坦承了 他就說 我們這邊飯店有 至少一百多間房間 幾乎每一間飯店都死過了 這麼可怕 而且他們飯店不是都有 那個顧客意見表嗎 對 之前那個顧客意見表 包括他們回去看 旅客的意見洋洋撒 他曾經還提過說 奇怪 飯店房間內那個椅子 家具會自動的移動 他們看了也是覺得 已經失控見慣了 真的嗎 但飯店自己 副理講的 是員工講的 而且飯店還曾經有 值大夜班的人員 他說他處理過一個 半夜有人就是 晚上深夜的時候 來Check in Check in完之後 他就去了樓上的房間 沒多久立刻跑下來 氣沖沖的去罵那個飯店 值班櫃台 你樓上有一個 白色衣服的女孩子 坐在那裡面 而且房間亂七八糟 我根本沒收 你這樣子叫我Check in 叫我進去住 然後那飯店的人 就大吃一驚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不覺得 裡面怪事連連 而且相當 就是當地赫赫有名的 一個恐怖的酒店 因為過去實在發生過 太多的事情 不只是那邊當地很亂 就是那個環境 有很多藥頭啊 毒品啊 甚至搶劫犯啊 都在那一帶集中 而且那個地方幾乎 好像一個公共的地方 為什麼 你就算是街上 附近都有很多遊民 你如果沒有洗澡 他隨時都可以進去 去飯店那邊洗澡 然後感覺上 就是沒有門禁管制 那很鬆散 所以過去以來 這個飯店呢 也曾經發生過很多的 包括強暴啦 性侵殺害啦 或者是謀殺 自殺啦 怪事連連 包括呢 曾經在這個1954年的時候 10月22號 有一名50歲的海倫 他就在當時那個時候 50年到60年代 他們那個飯店 一出去推出 他們是整片落地窗 沒有什麼陽台 你落地窗如果整個打開 你就可以跳下去 他那個海倫 就在他50歲的時候 從那個飯店 7樓窗口一躍而下 就輕生了 然後1962年2月11號 有一個叫朱莉亞摩爾的經驗 他也是一樣 他從那個飯店的8樓 他在那邊跳下來的時候 就整個 他留下了那個 他的一個簡單的那個 他的一個皮包裡面 就只有1000多塊錢 還有他的一個銀行帳戶 的那個餘額 還有他的車票 然後1962年10月12號的時候 27歲的那個寶蓮奧多 他跟他分居的老公吵架 吵架之後 細顧他就從那個飯店的窗口 從9樓這樣子推開來 也是從那個窗 落地窗一躍而下 還壓死了經過的一個路人 兩個人死亡 甚至在1964年的時候 我們今天經常講到 最有名的就是 總機小姐奧斯古德 被暱稱為哥女士 在飯店的房間內 疑似被人性侵殺害 被殺害之後 後來那個房間 還是有繼續對外營業使用 根據後來曾經 住過那個房客 跟飯店抱怨說 住在那個房間裡面 好像都感覺被鬼壓 然後這個案子 到現在都還沒被偵破 住過那邊飯店的房間 都說感覺好像死神 在降臨那個房間 好像在那個飯店徘徊 而且後來那個飯店還發生過 在1991年跟1985年 都先後有連續殺人犯 住過那個飯店 所以你知道那個飯店 你亂怪跟恐怖詭異 那個飯店其實是惡名造章的 好 我們看到塞希爾真的是 一個非常奇怪 而且惡名造章的飯店 它其實一直發生這麼多事 都已經有這個凶殺案了 都已經在水塔裡面 這個水塔裡面的水是不能喝的 但是現在還是很多的旅客 越南警方說要撤出 可是他不笑 他們很多人說 我們錢都付了 我還是要住在這個裡面 後來有個80多歲的老先生 搞了半天 他在這個飯店 居然已經住了20多年 原來你住在這個飯店裡面 你住飯店比你在外面租房子 還要來得便宜 好 那創下 剛剛講到這個飯店 非常的詭異 它就算發了這麼多的凶殺案 還是有很多人願意住在裡面 而且更詭異的是 很多人住到裡面以後 整個人都變了 是的 在裡面我們剛剛講的說 然後藍可兒他在14樓那邊 那個電梯停下來 而那14樓最奇特就是 曾經有一個連續殺人魔在那邊 他叫做雷米雷斯 那拉米雷斯呢 他就是住在14樓 他就住在那邊 但是呢他並不是 一開始就是個殺人魔 他呢你看他長得這樣子 其實還清清秀秀的 還滿滿好看的 你看這眼神 是 對呢他呢小時候呢就是在混 然後混化就在蘭加州那一帶 那邊鬼混 鬼混大了以後呢 就18歲開始在那邊混 偷偷東西啊 犯犯小毒啊 也沒什麼大過 也沒什麼大怎麼樣 但是呢1981年他偷東西被逮了 1984年偷東西也被逮了 在那個地方混不下去了 惡名昭彰嘛 是 他就離開了來到洛杉磯 然後就住進了 塞西爾飯店 塞西爾飯店 14樓 然後他就開始變了 變了就是他前面這麼多年來 有很多前科 但都是小打 都是小混混 小混混 就這樣子啊 突然之間他有一天 潛入一個富人 79歲的老夫人家裡 在1984年6月28號 他突然說行徑完全不一樣了 他過去偷一偷就算了 是 他進去偷一偷之後 看到那個79歲的老夫人 怎麼樣 他覺得他突然 人就好像失了魂了一樣 衝上去 一刀就刺死了那個老夫人 之後他又回到了 塞西爾飯店14樓 8個月 當時沒這回事 沒出來 沒做其他案子 就在裡面不知道混什麼 好像就很奇特了 然後從那之後 3月17號開始 他就到處出來 一直到了8月30號 連續殺死了14個人 短短5個月 他其實犯了很多案件 有些人在他手下活下來了 被死的是14個 一個小混混 突然在短短了5個月 連續的殺魔 然後就要變成一個 撒旦的一個 好像是信徒 而且更奇特的是 他之後呢 進到了法院也說 這沒什麼 人都會死 我們一起到迪士奈樂園去看吧 沒想到他這樣子 這樣一個人 竟然還生了神奇的魔力 他竟然呢 還有一個女孩子 雙學位 而且智商152 被他迷上了 一直寫信 寫了75封信 說要當他的女朋友 要嫁給他 最後他跟這個女的 還結婚了 所以就變得很奇怪 這個裡面好像 這個房間裡面 有一些神奇的東西 會引導你 所以我們現在呢 很多人都要到外面去住房子 住什麼 所以我們真的知道 裡面呢有些奇怪的氣場 比如說 你進去的時候 在西方的話 放本可蘭金 放本聖金 有些會放 但是如果摊開 有些奇怪的 是 你就要小心了 來 我們看到這個 雷舉殺人犯拉米雷斯 他居然犯了這麼多案子以後 一點回憶都沒有 還有女孩子被他迷的 想要千方百氣的嫁給他 還真的嫁給他了 而這個人 現在竟然還活在世上 但是大家最好奇的是 他進到這個飯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他整個人性情大變 我們休息一下後來